喂,James 嗯? 又叫Louis不要跟來 帶我來這麼安靜的地方 你想做什麼? 在這裡這麼安靜的地方我就是想… 想什麼? 想介紹一個很有動感的人來吃 就是這樣嗎? 這個人對打獵、潛水、滑水、所有活動都很有興趣 是一些很喜歡刺激運動的年輕人心目中的偶像 是男人來的? 沒錯 誰說我不知道 潘炳烈 啊 回來了 Hello Hello Hello,Albert 我們剛剛上去探望你,但不知道住在哪一層 歡迎,我帶你進去 好 不過有人想問你 你就是知名的賽車好手 我很想知道你平常在市區開車的時候 是不是又是這麼快的? 不行啊,我現在不可以開快的 真的很守規矩 沒錯 你開跑車、賽車那些 平時你自己開車會不會開很有型、很快的那些車? 我在香港我不是那些人 那些是被人威風的 嗯 開一輛家庭式的車 禮行車 不如我們上去吧 好,請 謝謝 謝謝 不見你太太 今天她要上班了 對了,Albert 我知道你太太就是香港第一位駕駛 Formula車的女賽車手 是啊 那她什麼時候開始駕駛賽車 她駕駛賽車 我想駕駛三年左右 哦 那你是跟她怎樣認識的? 我一開始是在小型賽車會認識她的 嗯 她一開始就學小型賽車 那我小型賽車見到她駕駛得挺漂亮的 那當然她又問問我 那我又… 呃… 呃… 那就拍拖了吧 嗯 你坐了這麼多年車 當然是見過很多危險的場面 那有哪有東西令你印象最深刻的呢 我想相信是賽車第一次在這個… 在澳門賽車的時候 有個菲律賓賽車手在那裡 賽車一時爽身 那次是覺得她最大感動的 那當時那件事發生的情形是怎樣的? 那時候是這樣的 她或者是車就… 好像賽車第二圈而已 那時候她的車或者是太未曾熱了 所以她一個彎裡在這個… 就在海皮的大直路那裡 最快速度130多米的時候 她的車失去控制 撞了那些欄杆 那她的車就立刻著火 那當時那些車就沒有這麼多 現在的這樣的安全例 沒有防火的設備 那她的車一著火就在那裡 就燒了 那你見到那麼… 就是賽車這麼危險呢 當時有沒有打算 就是考慮說退出車壇 那場賽我也退出了 因為她是很老友的 那場賽只有我和她倆的賽 結果真的… 第一個就不夠我們賽 所以雖然我有機會贏 但我都… 那場賽車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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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可不可以告訴我 為什麼你喜歡賽車 那… 那很難說 那時候我很多年前 那一年我就去澳門看人賽車 那時候看人賽車 那時候看人賽車 那樣挺有趣 那第二年我就參加 那賽車到今年二十年 那你得過很多獎 那得到獎的時候 那個心情是怎樣的 開頭得獎的 很歡喜的 開頭賽車就不是想得獎的 得獎是這個… 額外的享受而已 但是目的是想是賽車 控制的車啊 怎樣可以駕快一點 目的是這樣 那講起獎 你差不多整個季都是 那有沒有… 那有沒有哪一個獎 你是特別喜歡 或者特別有意義的 我…我對於自己的獎品 有… 是最覺得的 有興趣的就是那個叫做 Fast Slap 那就是那時候賽車 每一個賽事之中 哪一個能夠 賽車手給一個 最快的時間 有特別的一個杯 那那時候我們賽車 我記得那時候 將那個… Pit Signal 給我一些訊號 譬如你贏呢 都不滿意的 要告訴我 哪一個是最快的 而那個杯 最重要的是殺那個杯 嘩 那你最喜歡就是那個杯 最喜歡那個杯 最喜歡那個杯 Helbert 老爺請教你了 那一個年輕人 他想參加賽車 那他應該從哪裡著手 以及應該注意些什麼 我想的 最好就是香港 要入小型賽車會 入小型賽車賽先 讓你得到有個賽車經驗 知道怎樣可以駕駛 快一點 或者怎樣善態 這樣學這些 那些賽車有機會 因為那時候 大賽車 香港就無從下手 真的 你玩了那麼久 賽車 現在很多年輕人 喜歡玩賽車 其實賽車很危險 那你有什麼意見 賽車是一個 青年人家很喜歡的運動之一 大家都知道 大家都想賽車 但是香港是缺乏的場地 所以想香港開走賽車 是很難的事 那如果關於安全問題呢 安全 譬如你是一個良好的場地 正式控制之下 是沒有什麼危險的 雖然當然說 說起來就不太適合 所以賽車當然有危險 譬如你但是 有些安全措施 這樣就比較這些危險 減低很多 好 好 但Louis又去哪裡 她每次當然不在這裡 在這裡